日本ką仁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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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陣子 世界過地真的很亂 甚至於有些人在臺灣想要出來走動都不敢 可是最近這個疫情緩解了 臺灣又有零確診 可見我們大家 都把自己保護得很好 所以很多人有 平時都不敢出來了 現在也出來活動了 雖然在這一段時間 很多宗教團體都被禁止活動 可是我們極光寺沒有禁止 只是希望大家能夠好好保護自己 如果說身體不好的人 我們不要來 因為我們怕不知道有誰去感染到 那如果被傳染到就不好 那如果我們 免疫力比較強的人 我們來了 大家 像在 上上星期 就是半個月前 我們 我們還是有做那個梅花座 現在沒有啦 所以 今天我算說 哇 一百多位人友回來耶 其實在這一段時間 不只我們自己的人友回來 也有很多 平時在其他道場 但是後來 在修行上發現有很多問題的人 可以跑到我們這個地方來 可是他問我的問題 我站在我們這裡也是到場的立場 我沒有辦法去回答他們 那 假使說 從在能人室一直到這裡 經常來的人 大概 如果有問題 我一講 他就會知道我要講什麼事情 有些人是看網站來的 像昨天 十五號 我想想沒有今天共秀這麼多人 可是臨時 在我們十一點 還沒有武功之前 他們算算人數 希望大家都能夠 吃到新鮮的東西 不要剩太多 算一算 結果 在後面來呢 一下子 加快到二十個人 所以廚房的東西就不夠了 他們來都有一個問題 像昨天有一位 已經一個星期 洗腎洗到三次 洗到三次 他是不是知識分子 是知識分子 他是不是親近過很多道場 他除了 親近過佛教以外 他的太太 幾乎所有的 宗教他全部都涉獵過 然後他的先生 然後他的先生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 太太來我們這裡 先那個 櫻科 即是來插花 插了一下子 他來坐一下子 等一下他說 他們家的青年要來 一下子來來六個人 那麼坐一坐呢 他後來也有下去吃飯 在上來的時候 我就看他那個手上 這裡一個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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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些人的家屬知道 手上 這裡一個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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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黑的 因為他已經洗腎三次 一個星期要洗三次 而且一進去就要四個鐘頭 像他們也是問我說 我十幾二十年都在宗教裡面 我到哪個道場 他們叫我念什麼咒 或者什麼 我都有照做喔 為什麼我們身體都不太好 先開始 在以前我會說 你要不要改變一下飲食 現在我不敢講啊 他講的道場 任何一個道場講起來 都比極光是有名氣 帶領他們的 法師還是居士 他們對佛法的了解 還比我清楚 那如果我跟他講說 你要不要改變一下 他會講 我們以前在那裡 人家有跟我講 不要緊啊 因為你有學活 你們家的人沒有啊 所以你也可以 為了你們家的人 大家和氣 你出山靜肉 什麼什麼 那些都講啦 那我還能說什麼呢 對不對 所以對我來講 都有一點苦惱 今天呢 我到差不多 我們第二住宵完了以後 我請我們常住的師傅 把那個 林獻章老師請到那裡去 我說 今天我有一個 臨時的請求 因為呢 林老師他們 還有 那個 王太上居士啊 鄧瑞城居士他們 人家就跟他講 你們還是要來用功啦 有很多眾生要 依靠你們 得到解脫 所以他們 不是我規定喔 他們自己都是 自己 每一個業都要抽一點時間回來 來做一些回向的事情 那前一天啊 那個 林老師 在我們這裡我就說 啊等一下有客人來的話 我看你們 自己去用功去吧 因為我也不太敢 所以請他 來那裡 跟大家坐一坐 他想要用功 不過林老師很慈悲 他說不要緊啊 那如果有人來我們 也可以坐喔 那是 一大堆人 來到我這個地方 他們也是在 佛教這一個 非常有名的道場在修持 那 其中帶領他們來的一位 局勢就 開門見山的就問我說 為什麼我們大家都很用功 而且我是說 假如以那個名氣來講 我還沒有出家 那個道場就已經存在了 而且現在呢 也是 講起 這個道場呢 鼎鼎有名 可是那一位 帶他們來的人也是 那個道場的一位負責人 他就 開門見山的就問我說 我們大家都修行的時候 修很久啦 可是我們大家都有一個煩惱 為什麼 我們身體都不太好 那我能不能問他們 啊你有吃素嗎 你有什麼嗎 我大概是沒有辦法 啊正好我們林老師在那裡 為什麼我 我今天要請林老師 來跟大家分享 因為林老師在 來我們極光寺之前 他也在很多大道場 修持 甚至於 我跟你們頭講 用台語講 林老師以前也是有神通 但是我不知道神通 敵不敵得過業力 比如說我造的是沙葉 那我有神通 甚至於我在道場 我做很大的布施供養 那 我就是說請他用一個 本來不是在我們這個道場 然後最近 他在我們這個道場裡面 他自己那邊的工作有多重 他還是要兩個夫妻也是把他放了 然後願意來修持 我想請林老師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那一位基督問我 那一位基督問我 我們的 來請林老師 為什麼 他問我說我們修行都修那麼久 尤其是最近有很多人 家裡面的人 因為有沙葉 身體都很不好的 那我都還沒有去講那個人的症狀 那眾生就已經很 很急急忙忙的出來要告訴大家說 你不用救他啦 他們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 應該林老師會 可以用比較操然的態度 來講這件事情 不然的話人家都來問我 為什麼我們在那裡可以 在你這裡不可以 不是我不可以啊 因為你吃的那些眾生不是我 我可以 指揮他 你給他吃 你不要去找他報仇的啦 那 林老師以前大概 去吃的都是 一桌不知道多少萬的 我說那個可能拿來 我可以吃一年的 錢的 一餐他們就可以吃完了 那來到我們這裡以後 真的很委屈啦 我說那我們這裡的那個青菜 裡面又沒有那些什麼 很好的東西 那 因為我也不太會講那些人來問我這些話 我現在要請他 請林老師來 用比較操然的態度來講講他 他對這些有什麼看法 師傅 慈悲 把我過去這個底啊 這個通不通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現在都不通 所以要來補修學分 那 那 常駐法師 還有各位聯友 阿彌陀佛 當然這個在 有這個其他的社團 來這邊參訪 我們這邊的法門 也仰慕 似乎的一種正量 那我想我們也不吝嗇的 跟他們可以做一個溝通 或是做一個交流 那因為他這個團體呢 大部分來講很多也都是老師 然後也都很用功 然後 他們的疑惑 大概也是我一樣的疑惑 我到現在目前以後跟他一樣 是什麼呢 就是說 我每天也用功的做早晚課 然後我也吃素 或者是拌素 或者是別人說 不一定要吃素 那為什麼 阿也有超度祖先 也有超度祖先 都有 那為什麼我 都沒有感應 因為學佛的人 有時候我來這邊剛開始 我也仰慕 我們這邊很多的師兄弟 都有感應的能力 超能力 我都覺得他們高我好多等 我都覺得說 低了一等 那慢慢都覺得說 他們為什麼有這個 這個能力 或是他們能夠 有什麼樣子的一個方法 能夠讓 等於說產生一種感應道交的 一種現象 所以我來這邊也是看很多 也是在一直在學習說 為什麼他們能 那為什麼我們不能 或是說他們 他們我們應該 如果說以 學習佛法的一個角度 像是要有一定的正量 我們要什麼角度 去切入 所以才能夠讓我們這學佛 才能夠 一直持續 那不然你學了半天 像師傅常講的 泥桶水 滾了半天 都不會滾 那你到底一定出問題 你不要說我學了半天 我不求神通 然後我什麼都不求 那是自我欺騙 為什麼呢 因為你煮了半天 都不滾 代表你有問題 那師傅是安慰你 你也不要以為 是我高興說 我不求什麼 所以我來學 我可以學一輩子 不可能 因為 你會學得很沮喪 你會覺得說 找不到入處 到底在哪裡 那昨天來的 那個 我跟他探討的 就是說 學佛的入處 但我不敢講 前天 應該是前天 昨天又另外一群人 大概 但我也不敢講 我找到入處 那我想我 這個是我 個人的一個經驗 就是說 我先講一個小故事 那這個故事呢 是 玄仲法師的 因為我們以後三門 有那個玄仲法師的 那個取經圖 那玄仲法師的故事的話 我用一個綜合版 或是一個升級版 但是 他是寫這個 寫這個西游記的這個作者 這個吳承恩 他是一個佛法 非常有研究的一個人 所以他剛開始 開宗明義的時候呢 就講說 你就創造兩個主題嘛 一個就是馬 一個就是猴子嘛 那為什麼修行的話 就講 心原意馬 就創造兩個主角出來了 那玄仲法師呢 我先講這隻馬 那這個馬呢 是玄仲法師去 取經的時候 幫他驮經 那這個馬呢 他並不是高頭大馬 他是一個矮小馬 然後他是在那個 磨磨 在磨磨坊裡面磨磨 然後這個玄仲法師看到這隻馬呢 結果他很耐操 這耐操不錯 就是那個有鼓類 以前就是要用馬來 來拖那個磨 來磨磨啊 怎麼樣 所以他 所以他就說 那我就 這個 這個馬呢 他就挑上 然後就跟他一起去 取經 然後17年之後呢 這隻馬 拖了這個真經 回到長安 然後呢 就 一舉成名 變成這個 當時中國的民居 所以他後來回去 參訪他的一些老道友 那些那些老馬呢 就很仰慕 他說你現在成為一個民居的 你是不是可以跟我們講 你怎麼樣子成為民居 他說 17年來啊 我走了十萬八千里 你們在這邊磨磨 也一樣的走了十萬八千里 但是你現在是老馬 我也是老馬 但是我是已經有得到一個 正亮的一個馬 你還是一個 一個 平凡的老馬 那這意思是說 你在戶外 每天在繞著圓圈繞 那我呢 是入了三摩地 出了解脫門 所以以後我們的三門裡面 你入三摩地 你就要想 什麼叫入三摩地 出解脫門 所以你進到三門 就要先開始觀想 什麼叫入三摩地 什麼叫出解脫門 那入三摩地的含義呢 就是說 它就是 深信因果 它就是定 就是清靜 如果說你今天學佛 沒有深信因果 你不可能成就 因為信為一切功德母 長長一切諸善根 如果說你 沒有深信因果觀 你不必學佛 因為你的基礎已經不對 那你只是一種巧遇 偶遇 是真的嗎 是這樣 你很多人學了半天的佛 都還懷疑說 有沒有西方極德世界 都還懷疑說 地獄是人家編的 你真的聽到這個話的時候 你就不用再跟他探討佛學 有很多人 很多人是假設是安慰可以 但是如果說你連 都沒有主題的深信 你怎麼能夠入到這個門 因為佛學最主要的就是講 你要入這個門 那你因果 我認為說 深信因果是一個重要的 啟發的一個門 那當然呢 你說這個 昨天那個來參訪的人 他是 師傅問他說 你有沒有吃素 然後他就支支吾吾 有沒有吃蛋 然後支支吾吾 到最後就說 也不好意思講 講 不 但是也是認為說 我都有吃素 但是沒有那麼乾淨而已 表達意思是這樣子 那 因為你 沒有 完全的如素 講難聽一點的 就是你所吃蛋的眾生 他的冤魂 就在你身邊 那你在你 纏繞在你身邊 業果就在你身內 所以馬醫師常跟我講說 當一個人得到某些 那種症狀 重症的情況 一定有冤心在主 已經入到你的 器官裡面 他的意思是說 可能也不止一個 可能有幾個冤心在主 已經入到你的身體裡面 所以你這種情況 你怎麼能夠平靜 你怎麼能夠 入到那個 佛經裡面在講的一個 契入那個境界 所以我認為說 可能在學佛裡面的 第一個 就是要深信 因果 那第二個呢 可能就是要 清靜 那你清靜的話 就是你自己的行 深口意的清靜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你追逐太多的念頭 追逐太多的名利 你的心是往外一直在跑的 就像馬一樣 一天到晚 一天到晚在奔盆在跑 那你這個情況沒有止息 的時候呢 你很難有一種感應 那我想這個 這個講到這一匹馬 那第二個接下來我就講 朱努功我列到最後講 因為這個空性 這是最後的一個主題 那第二個呢 我們在很多學問 你們就講到豬八戒 那這個豬八戒呢 一般來講是 它是一個繁複的代表 就是所謂的 嚴伏提的眾生 其性剛強 等於說你怎麼教他都 他沒事 他唯獨的就是說 他什麼都愛 財富啦 女色啦 然後這個什麼 什麼都愛 那 他為什麼 他的代表性 就是說他 跟那個這個 蜘蛛女啊 看到很多這個蜘蛛網 那為什麼一個 蜘蛛的一個女孩子 為什麼裸體 然後後面已經畫一個網字 就是說你在情愛 名利的後面 就是一個夜網在等你 所以他這個認為說 一般的人都喜歡 你說我不喜歡 我也很喜歡 但是我是沒有參入空性 所以我是抑制我的喜歡 我並不是不喜歡 最少我能夠慢慢的 離開 那一種境界 那離開的話 最少你不會被網住 那你如果說你去抱他 你就陷入網中 你就 夜魄 你很懶就成熟了 所以我想這個講到 因為豬八戒為什麼說 你看那個玄奏法師 對豬八戒最慈悲 他從來 很少去罵他 他一直都在罵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司復空 司復空是最倒楣 他最做最多是被罵最多 因為他最會 未來會最有成就 所以你沒有 師父沒有罵你 你也不會很高興 師父罵你 你也很高興 我師父為什麼罵我 因為他太疼我了 他希望我成就 我沒有說廣告會 然後這個 牛魔王 那牛魔王呢 他跟那個 蘇努空原來是結拜兄弟 那你看牛魔王跟他中間 就是一個鐵扇公主 那鐵扇公主呢 你看他這個在漫畫裡面畫的 那個鐵扇 都藏在舌尖下 一拿出來以後呢 那麼小的扇子 就可以 呼風喚雨 所以他扇子一揮動以後呢 就會呼風喚雨 所以他這個等於警惕我們 注意我們的舌根 等於說你的舌根的意思 是這個道理 等於說你的舌根 會引發太多的重大事件 所以你看 看很多的這個 歷史啊 朝廷的鬥爭啊 或者是什麼歷史的演變 都從舌根開始 就是散步謠言 或者說這個兩舌 旗雨 或等等 所以就造成了風暴 所以最後孫武風跟牛魔王 就反目成仇 就是因為一個扇子 山峰點火 這是一個 最後 我們就提到 還有一個沙霧鏡 沙霧鏡是 所有在角色裡面是 最不起眼的 他的唯獨在所有的劇中 唯獨都會講兩句話 他說師父啊 大師兄被妖怪 他都跟大師兄講 他說師父被妖怪抓走了 然後這個二師兄被妖怪抓走了 你看他所有的劇裡面都講了兩句話 都一定要孫武風去救嘛 那平常他是做什麼事 就是 也沒有什麼話 就挑一個擔子 就進行 他話不多 他的念頭只有說我要把這個任務完成 所以我要清進行 所以我承擔如來的家業 所以我進行 所以變成物境 那我們最後講到主角 孫悟空 那這個孫悟空就是那隻猴子嘛 所以為什麼我們講說心圓意嘛 所以那猴子我們的心就像猴子一樣 每天跳動不停 那當時玄狀法師取經的時候呢 從長安 到達那個 南南陀寺 大概差不多十萬八千里 那你今天的測了大概十萬八千里 所以以前佛陀跟他講 他說你 跟玄狀法師要去取經 他說這還有什麼難 他說我只要一翻個跟斗 就可以把樹帶過去了 這很簡單 一翻斗就十萬八千里 就會到了 所以他說那這個 如來佛祖就跟他講 他說那你就翻翻看 所以他第一個翻斗一翻 他說以為到了 一看 就如來掌 所以不是五個山嗎 所以他第一個看到 第一個顯示的五指山 就是貪稱痴慢於邪見 就現在外面 所以如來就跟他講 他說你外面的境界 有那麼多的貪稱痴慢於邪見 你過不了五指山 所以你一定要從外面的 貪稱痴境界裡面去思維 去反省 然後你再試試看 所以他回去慢慢的用功 所以第二次呢 他又翻一次 又十萬八千里 又翻到 那個時候就五個字就沒有了 他就寫 射受想形式 他說你對射的承受力多少 你的想念複不複雜 你做多少不差形 射受想形式 他就告訴他一個修行裡面的 五個非常重要的階段 跟你的起心動念 所以他第二次也沒有翻過去 所以他回去又參悟 第三次呢 他又參悟 完了以後又翻一次 翻了以後呢 釋迦摩尼在看到五個字 那五個字叫做 地水火風空 所以他最後告訴他說 就是破 悟空的執著 他等於說從外界 外境的執著 然後到一個念頭的執著 到一個身相的執著 他說你破了這個以後 這個五子山 你就會翻閱 所以最後呢 他終於悟到這個 外向境界 內心的境界 身體的組合境界 所以都是有空性 所以最後取名叫做悟空 那等他這個 成就 那成就以後呢 他就跟他師父講 他說我們取經也回來了 最後 他就漏掉那個玄壯法師 玄壯法師是一個 最沒有趣的人 你看 他一生所扮演的角色 都是一個 吳之 憨厚 什麼都不懂 什麼都不要 女色財物 什麼什麼都不要 就像一個傻瓜一樣 放來放去 放來放去 然後到最後呢 他一心 所以他當時唐太宗 回來以後呢 要認他為皇帝 弟弟的弟 皇上的弟弟 所以他也堅持不要 他就是要去 憶經 所以他就一念 就是取得 真經 所以他是一個 變成一個很了不起的 一個 一個外交家 一個翻譯家 或者是一個 有成就的一個 修行者 所以到最後呢 這個故事到最後 孫悟空就跟他師父講 他說我們都已經任務完成了 那我 我頭上的這個 枯仲 師父你是不是會幫我取下來 都完成了 不要放戴著枯咒 後來那個 學長老師就跟他講 誰安住你的頭 他說我沒有安你的咒 是誰安你 後來孫悟空就側悟 就正的 大成就 所以你 中國的古代 當你看到一匹馬 他靜止了 靜止狀態 上面坐一隻猴子 也靜止狀態 叫做什麼 馬上瘋火 就是你有成就 就是你會有成就的意思 就是說你當官 在朝廷為官 所以以前你看那個 很多的古董藝術 在那個 都刻一個 上面的話 這個含義就是說 當你的意 不再像馬奔跑 當你的心 不再像猴子的跳躍 你就成就 那我想這個 我不曉得這個 這是我最近的體悟 那我就馬上溶縮 變成一個 一個 西遊街 那也是外面很多人的角度 那我想這是 今天我 跟大家的分享 謝謝 不是 後來你們 不是在後面 大家都一講到那個 你認為 吃重生肉跟那個 有沒有關係 跟我們身體的健康 那我想這是 對他們來講 對他們來講 可能是一個 認為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 對於我就跟他們講說 其實你認為 沒有關係的部分 就是一個最大的關鍵點 因為你看不到 願金賽主 但願金賽主對你 看得很清楚 那 你所食誕的很多的眾生 你畢竟都是 圍繞在你身邊的 那完全是看你的修行 是有沒有 觀想到他們 或是有沒有所謂的 一種忏悔 所以我 那天也是跟他們分享到說 你說像 而且他們我覺得說 對忏悔這個 不太理解 那我 我認為說 這忏悔是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個法門 因為你 你清靜以後 因為過去生 你做多少事情 你不知道 但是你沒有 透過一種 一種忏悔的話 你的心 業果 不得清靜 所以你困擾的事情 會很多 我記得這個 大概在一個月前 就是有一個晚上 有一個夢境 就是有一個 來找我 他說你們佛教徒 都不是講 因果報應嗎 但是你們在那邊 好像沒有因果報應 他說譬如有某一個 居士 因為他以前是學道 所以他的道術很厲害 所以可以破壞很多的 法界 各方面的一個次序 但他今天養生也很好 好的 也沒有受報 後來那天有一個姻緣來 那師傅在跟他講說 其實他 很用功 那用功的話 為什麼他沒有得到 這個等於 重業清報 因為主要 他是很認真地在 唱的 那像我一樣 我也做很多業 那我想這個來 我說禮拜五就來 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天 星期四 星期四 我就大概上班到三四點 我就開車下來 跟 這個年紀大了 開車不行 那就跟鄧居醫師 他就一起 我們就開車下來 然後 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天 然後禮拜一一大早 這個 用完早 早哉 我們就做完早課 我們就回去 那我想對公司的業務 各方面也影響不大 那我想我這幾年下來 我也覺得蠻好的 就是說對自己的這種 這是一個很 西方極樂世界的生活型態 都不用煩惱什麼 然後吃飯都 這個 到了就有飯吃 然後這個 我覺得很舒適 所以 所以我來這邊 我的體悟呢 就是說 還是這三個字 還是你要深信因果 還是你要進行 清靜的進 要進行 第三個重點 唱的 那 如果說這三字有 做到 我相信 你會感應到教 所以那天那個法師來也講 他說 什麼叫法律無編 像師父都 等於說 師父的法律無編 那為什麼我們一樣的 宋 清經 我們一樣的 宋地藏經 為什麼 我們沒有利 為什麼 所以這個是我一直常問自己 但我們不能跟師父比 但最少師父是我們的榜樣 因為他擺在那邊的話 大家就看得很清楚 那為什麼他一樣的 他也一樣的辭奏 他也一樣的誦經 那為什麼效果都不一樣 那我想這個問題也是各位可以去思維 因為我們叫做 叫做三個字 師父叫兩個字 叫得力 我們三個字叫不得力 那得力跟不得力差在哪裡 專注度 清淨度 跟你的願力 我不曉得這樣講 對不對 師父這樣子 這是我觀察 我不曉得 我今天講的都是我的 雖然來這邊這兩次 那我最近都有點 比較有點心思 來沉浸 來思維說 師父為什麼那麼厲害 為什麼我們那麼笨 跟他們久了 的笨弟子 為什麼我都沒有一點進步 後來我發現到說 這個是不是我的問題 跟師父的問題 差在的部分 是在這個部分 那可能師父慈悲 再跟我們大家 今天這個人不多嘛 也都入室弟子嘛 大家這個是不是在做一進步的 講解跟開始 阿彌陀佛 我們也謝謝林老師 我不知道今天請他上來 他要講孫悟空跟那個 西遊記 我記得我剛剛在電台講經的時候 我說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 你們可以提出來問 大概兩三天之後 就有人寫一個明信片給我 他說 請問某某小姐 孫悟空是哪天出事的 我就沒有辦法 我就請我的吳姐出來 吳姐 因為我不知道孫悟空 哪一天生日 那 其實今天林老師講了這些 我也在想說 我的心也有沒有像那個 像那個心緣一樣 亂跳亂跳 的確剛開始的時候 還是有啦 不過因為我一進來聽佛法的時候 就講到那個 八關災界的一些問題 我就自己 大家都認為我是很佛藥的一個人 一進佛門以後我好像 整個人全部都改變了 可是我覺得 在這個裡面我也體會很多 事實上幾十年來 每一個進來的人都不是 大菩薩 其實都是 從小菩薩開始 為什麼 我願意發心 我不願意去跟人家結怨 然後 也許進來的時候 在以前 名利心啊 或者是那個 稱恨心什麼都一大堆 進到這裡面以後就有 有一點改變 因為剛才 那個 那林老師就講了這些故事 我就來引一個 在他還沒有進來以前 那個許坤生居士啊 跟他的 太太兩個人就進來了 因為他以前是在那個 公裡面 那個公也是有 百多年歷史的一個公 當主委 然後呢 他來到我們這裡以後 他 他完全所有的生活全部都改變了 可是他的 他有一個孩子 就是沒有姻緣的孩子 他就 他進來的時候很調皮 說實在 我們坐在這裡的人 大概都有看過 第三度空間的一些人 出來跟我們講話 所以 今天沒有那些新來的人 我就 我就比較願意 這樣講說 你們大概可以體會到 那個孩子講了一句話 他說你以前 說實在的 不怎麼樣 他說 啊我 我也 最近我也跟你們出去 我很辛苦 我很什麼 然後 他們就是想到 可能是他神道裡面那個太子 以前我們出去 去超渡的時候 他們很多人就出來就說 跟我告狀 他們那個太子來 根本就不是 去幫忙杜仲 就是他去玩 啊 經常就是在那個 團裡面經常就有 這麼一點點好像 來罵他們啦 吵架的事 那 我就說 你 你是不是那個 小昆森啦 你說 我也是他的孩子 可是我也是 太子什麼 其實我說 你不要裝啦 長話短說 他講到他以前 你看又要喝酒啦 又要做什麼 現在都已經把他收了 應該不錯啦 業障也削了一點點 然後講講講 又跟別人講話 那 後來我就 我就問他啦 我故意說 啊你爸爸現在有什麼 你認為怎麼樣 正好是林老師進來喔 啊我就 我就逗他 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 我爸爸很了不起耶 很熱的時候 他把那個冷氣用好 大家心都很 大家都會很涼快 那 後來我 林老師進來的時候 我說 那林老師沒有用 林老師不會弄冷氣 有時候我覺得 我們去學了很多東西 不及一個小孩子 他說 林老師喔 他用那個嘴巴 很多人心煩的說 他就去講話 然後他轉變了以後 很煩躁的心就能夠變 他爸爸是讓我們的身體清涼 那個林老師是讓人家的心清涼 他就講講 啊你的等級一定要比我 就會比我 比我爸爸高嘛 所以 我們想想 我們如果大家 心裡能夠 很用功的話 慢慢的把我們 心裡的很多落塑都可以 可以清掉 那些落塑等於 我們知道的不知道的 甚至於說 我們做過的沒有做過的 這個都是 很多我們想像不到的 我出家已經出了五十多年 學佛已經超過一甲子以上 其實我還是有很多我的習氣 跟那個缺失 每一次這些 上知識出來一講的時候 我都自己來檢討一下 我就 就常常有時候 就別人我就講啦 不要太著急啦 釋迦牟尼佛要 成就到他完全都沒有缺點 零缺點 是抉擇 能夠自覺節他 他的覺醒能夠圓滿 是因為經過很多節 多久三大二生七節 所以我有時候我會勸很多人說 啊你常常講我已經來學佛多久 我沒拿多少步驚 或者是怎麼樣 我就跟他講說 以前我阿嬤常常講啦 你吃了沒有三八八年菜 你就醒來九十一天 九十一天就是往生西方极樂世界 對啊 釋迦牟尼佛三大二生七節以後 他才修到 三十二向八十種好 那我們不要努力 有時候就常常講 我比我們裡面的師兄了不起 你為什麼不尊敬我 不重用我 經常都還有這個心的話 我們煩惱 我們心還是在地獄裡面 所以我經常 牽人家就是用這個來勸的 那具體方面 我們有什麼造什麼業 我們會受什麼苦 我們就講 我們有八苦嘛 生老病死啦 求不得愛卑利 你這一種苦 為什麼有一些人一輩子 我記得以前有一位名長老和尚 他從香港過來 也是跟那個廟連老和尚一樣 他們經常都閉關啦 講經都講得很好 然後他從大陸來的時候 他們說他是 以前 星雲大師在大陸的時候 也是在他那個道場的那個 明長老和尚 有一次我剛從新加坡回來的時候 我說 老和尚 你的身體很好耶 那我們以前要出去 還要申請黃皮書 就是要去打預防針 然後你有一張那個黃皮書 你才可以出去啦 或者是從外地回來 老和尚跟我講了一句話 他說我八十歲啦 我八十歲啦 我沒有打過一針 我說老和尚 你怎麼會沒有打過一針呢 我們 經常你從香港回台灣 從台灣又回香港 你為什麼沒有打針 他說我就是不要打 我說你都沒有打針 你怎麼可以 可以常常來來往 他就是可以 那 他 包了一些水餃什麼 他說 你包這個水餃很好吃耶 那 你 你什麼時候還要到新加坡去 在還沒有去之前 你還要包給我吃 那我就想老和尚很難得 我要講這個 繞一大圈圈 我來講這個老和尚 他說 惠生啊 我很少去新加坡耶 你把你在那邊的住址留下來 我以後去我要到你那裡 我想慘啊 我是 人家請我去記住在人家那一個道場 我怎麼可以說我們有一個老和尚要來 那我就說趕快再做那個水餃給他吃 有一天早上 就是前天晚上就跟那個老人家約好說明天再過來 其實距離 我請他吃水餃還不到一個星期 他還要我留電話 留住址他要去新加坡找我 可是說那一天 他早上起床以後看看報紙 然後他說他還要休息一下 不能來啊 不能來啊 無疾而終耶 那我從小 擺日咳啦 肺炎啦 拔牙齒拔得很痛啦 或者是 撞到頭啦 或者是扭到腳 然後 我經過 我那時候才四十多歲 就經過那麼多劫難 人家一個劫難都沒有經過 為什麼 後來我慢慢明白 他根本連一隻螞蟻都不傷啊 所以我們經常傷害眾生很多的 我們必然會有苦 剛才我還沒有講 可是我現在想 請 跟我認識也已經有三四十年的 方父分級長 你可以 上來一下嗎 我希望你把 從你第一次來 還有你 父親的 事情 這次那個 趙母娘還有媽媽的情形 稍微講一下 可以嗎 大家鼓掌好不好 其實他有時候因為公務在身 他沒有來參與 可是他都會看我們的直播 昨天早上他突然來找我 我就知道應該會有一些事情 因為有姻緣啊 我又讓他了解一些 其實我們很多人 必談甚至於講 如果我當不知道 我會不會我們家裡那邊的人 都不要受報的問題 我來請 祝我菩薩 師父 常常師父 各位朋友大家好 阿彌陀佛 我剛才沒有讓你來準備 很突然 所以也沒有準備 不曉得講什麼 不過 不過 自從 哲學師父學佛以來 其實也是感觸很多 那也非常 感謝師父 這樣一路上的 教導跟幫忙 我們全家真的是受到 師父很多的幫忙 包括我的父母親 然後 我的小女兒 還有最近我的那個 丈母娘的事情 那因為沒有準備 我不曉得怎麼講 那就是 大概提一下 這個 過程 過程 那首先講我的母親 我母親 跟師父剛好同年紀 那我的育母也是 不過明顯的 我們兩位長輩的 身體狀況真的是 差似乎太多 那母親有來過 極光寺 那她在去年 大概 五月那個時候 身體就一直出狀況 就是那個腰 腰酸 那坐也不是 站也不是 躺也不是 就是處在一個 很痛苦的一個狀態 那不曉得什麼原因 那 狀況一直沒有好轉 看過好多醫生 長根 雅敏都看過 我就是一直沒有好 打針 吃藥 很多都沒有好 那也做了手術 那個冠疆手術 也都沒有改善 那我就知道一定是有 因果在 那 可是那時候還沒有來找師傅 可是一直到 去年的五月 一直不舒服 到六月的時候 彎拉更嚴重了 我們就三兩天就跑 急診 那也都沒有改善 那到最後是 五天 連續五天 連續五天都沒有解大便 那肚子就很大 那 就看他一直在痛苦當中 就很不捨 很不捨 那 到後來是 就要 要住院 住院 那在住院之前 就是狀況很多 那我家是有裝那個 監視器 在客廳 那我可以 上班有時候沒有辦法回家 就那個 可以隨時 看 用手機看監視器 看父母親的狀況 那就有一天 已經到 嚴重的時候 我就看到父親 大概每個二十分鐘 三十分鐘 就要陪母親去上一次廁所 那 那天晚上我就覺得很奇怪 所以我隔天早上回去 狀況沒有改善 再去一次長更 回來 到那天晚上 我說不行 我那個父親已經照顧到 他快 那個體力已經受不了 快垮掉了 那天晚上我就說 那我那天晚上 我回去陪我媽 睡在一樓 一樓沒有房間 他就是有在沙發上 一樣 那個狀況一樣 就是他每隔二十分鐘 甚至不到 就要上一次廁所 上廁所 但我發現 不對啊 他上廁所是想尿尿 可是沒有尿 都沒有尿 那說糟糕了 那一直一直折騰到 凌晨大概一點 那我大姐也有看到那個監視器 她說 我大姐的媳婦是在當護理師的 她說情況不對喔 這腎臟可能已經壞掉了 沒有功能了 趕快 那不行 再送 再送醫院 她說一點多 去糟糕了 一樓血壓已經很低 不到一百 正在 急診室的時候就 危急了 血壓從一百次降降降降降 大概好像到六十幾而已 這是敗血性的修課 那 進去的時候就趕快急輸 急輸那個體液 點滴就用急打的 那 再插尿管 那醫生就發現說 也不對耶 我已經急輸 那個 那個點滴已經 三百六百這樣輸了 可是他的 我看到那個尿管 有尿液 可是連那個尿液在下面 這一個尿袋 他那個尿液出來 只是把那個尿管填滿而已 根本沒有滴到這個尿袋來 那醫生說 糟糕這個腎臟 沒功能了 完蛋了 我就趕快在那邊急救 這個過程很多 那我就大概再戴過去 那後來再不行了 就是 打那個強心劑 強心劑 後來打掉又不行 血壓沒有上來 那醫生說再不行 那再 強心再繼續打 會上到他的微血管 所以要從那個 頸動脈這邊 再 就是打那個粗的針 用這邊從 從頸動脈 打那個強心劑 他就把那個 布幕圍起來 就在旁邊看 真的插下去 然後那個血就噴出來 噴出來 那後來不行 就是到 加護病房 那也開病委通知株 然後醫生問你說 那到底 要不要 要不要插管 要不要什麼做急救 那時候我們整個 家裡就是一片 仇雲產物啊 就不曉得該怎麼辦 那時候心情是很 就是已經跌到谷底了 那你整個人都是 恍神的啊 那時候你就很明顯的感覺 就是說 你覺得連空氣都是凝結的 我那時候的體會 你就是不曉得說 怎麼要去幫媽媽 那持周孽婆我們都做了 可是就是 媽媽還一直在很危急的狀況 那 那 那他不行了 我就抱一絲希望 就是說 來 找師父 那就是母親 到 家屋病房的 早上 從那 凌晨就沒有出來 就 到好像 四五點的時候就進到 家屋病房 那醫生就跟他身上很多的儀器 監控的儀器 打了獎金證的儀器 那一直到早上 我們全家已經在 其實 到最絕望的時候了 那有家屬提議就是說 那是要 可能要請那個 要怎麼樣辦後面的事情 已經都很絕望了 可是 那事情討論完 我就覺得說 那我要來找 找師父了 然後有 先跟電話 師父跟師父聯絡 師父其實有講到說 年紀大了也不要太勉強 不過也可以來了解看看 什麼原因 那就 那就來 那來其實 講到是媽媽 以前在 過去生在 那個一家寺廟的前面 擺這個 賣魚酥的 他可以把魚酥 那個眾生來說 他可以把魚酥炸到 連骨頭都酥掉 而且很香 那我才想到 我媽媽那個 就是 腰痛就是那個骨子疏鬆 那為什麼骨子疏鬆 他就是把魚炸到 連骨頭都酥掉 吃都可以吃到很香 連骨頭都變香 生意很好 要買他的魚酥都要排隊 那到 後面就是說 連那個廟 要擴建 要買土地 那我媽媽還 幫忙出了很多錢 然後把那個 在附近的土地買下來 那那個眾生講說 對啊 那他那是很有錢 可這次他會很沒有錢 對 我媽媽這次他沒有管錢 賺的錢都是家用 爸爸管 他身上都幾乎沒有錢 這真的印證了 那個 眾生所講的 你用什麼 來的錢 殺生來的錢 你就是拘不住 這輩子就是沒有過到很好的 那種富裕的 可以用到很多錢的 的狀況 那我也很誠心的跟這些魚來 懺悔 那其實我跟大家講是說 我跟媽媽有工業 就是媽媽殺的這些 去煮的 炸的這些魚 有一部分 那個死的魚 是我賣給媽媽的 所以我現在回想起來就是 那段時間回想起來 在媽媽身邊那段時間 還沒有很嚴重的時候 我有狀況 我大概我的肚子痛了三四個禮拜 而且大便也解不出來 跟媽媽的症狀很像 只是沒有媽媽那麼嚴重 那跟在能人世那時候 你來拜佛 都不知道要去 就有人叫我說你去大殿 請一個在 那個警戒服務的人進來 記得那次你就開始吃宿 跟那個有關係嗎 沒有 那次的是什麼時候 那時候九十三年 那時候認識師父 那時候也是爸爸媽媽 一直咳嗽 咳不好 就是聽那個福山師兄來 介紹到吃宿那邊 那也是 也是 那時候也是魚 那也是魚 他就講到我媽媽很喜歡吃那個 虛皮兒 有沒有 可能魚的那個消化器官 那時候媽媽 那個公魚的那個 有些抹的 烏魚子是抹的嘛 那個 如果白白白色的那個 就是魚的內臟 媽媽很喜歡吃魚的內臟 那時候也是就是一直咳 咳不好 咳到 晚上喔 他們在咳 我們不曉得沒有辦法幫忙 就坐在樓梯那邊哭 沒有辦法幫忙 那時候真的是 也是很無助 那個時候也是想到最後面的 後來還好也是師父那時候 幫忙有 其實那一次喔 他沒有來找我喔 他只是進大殿就有人叫我說 你去大殿找一個人來 我也莫名其妙 那後來就是也是魚 然後我就講說說我跟媽媽去公園 因為媽媽有一部分的魚 死的魚 死的魚 是我賣給他的 那眾生來說 那魚死去都要炒的 那又有辦法進到那裡落空吃 一直在這樣講 所以說真的是不可造業 我們來師父這邊真的學到 師父講說 我曾經聽到師父講說 讀了那麼多經典 不一定有用 你假如說沒有辦法經典的那個內容 那個吸收之後 用在自己的生活當中 然後不要再去造業 那你看到那麼多經典也是沒有用 那就是媽媽的狀況 那後來那一次真的是 師父慈悲 然後這些我們傷害過的 冤親戰主慈悲 才讓媽媽逐漸的有好起來 但是媽媽好起來沒有 其實有一段 這個復原的過程很長 很長 是慢慢的我們 一點一滴還是這樣做 那菩薩也有幫忙 這樣才能夠讓媽媽到現在 那其實很神奇的 我們講說 佛法不可思議 那之前有師姐來分享說 我們有佛法就有辦法 確實是這樣 因為媽媽在家戶邊有時候 一天考量自己看三次一次半個小時 那我們進去 醫生每次都搖頭 然後叫我們簽了病回通知書 要不要急救我們都放棄 然後他講說 那個媽媽 已經腎臟已經沒有功能了 已經沒有辦法再排尿 然後沒有辦法吃東西 所以他又擦鼻味管 可是擦鼻味管的時候 不是要吃東西下去 是他把那個東西抽出來 全部那個胃裡面都是血水 那我就問醫師說 為什麼本來是要放食物進去的 怎麼變成 都湊一些血水出來 他說媽媽因為血壓降低 然後 那個內臟啊 那個壓力太 就是變得滲出來 我那個醫學道理也不懂 就是 那個 那個腎臟衰竭然後敗血性之後 整個內臟的胃啊 血管 都會腎血出來 那他講說 應該是很危急的 因為你媽媽假如在救起來 一定要洗腎 一定要洗腎 然後可能他的 病發症也很多 那時候我們當然就是很不捨 結果很奇妙 那媽媽再提到就是 媽媽在 就之前已經大概高血壓 吃高血壓的醫藥大概有十幾年 都在那個衛生所拿 拿了醫藥十幾年 那媽媽 在教育病房三天 然後就 觸到 就很 我來找過師父 然後我們跟眾生倡吻 很誠心的倡吻之後 媽媽就很神奇的 就這樣慢慢好起來 那沒有辦法走路 她連在教育病房翻身都沒辦法 然後三天竟然就能夠很迅速的 恢復體力 然後到教育病 一般病房 那一般病房的時候 第一天 沒辦法下床 就是很嚴重 就是沒有體力 她已經好幾天都沒有吃東西 沒有解大便 那時候解大便就是 再順便提到忘了 到師父這邊之後我們回去 我再到教育病房 我一進去 我就問護士說 那媽媽有沒有解便 她說 哇 你媽媽 解了兩次 大概快 五公斤 都便出來 就這麼神奇 我們講說佛法就是這麼神奇 那 到一般病房之後 第一天還是沒有辦法下床 第二天竟然就可以 就是扶著在床邊這樣站著 站著 然後再好像我忘記了 剛才四天五天 我們就出院了 然後出院很神奇的是 媽媽 腎臟恢復功能 排尿功能正常 更神奇的是 她回家之後 我剛才兩血壓都正常 我跟我爸說 因為我媽不是智 她沒有辦法去看那個藥帶的藥名 怎麼吃她不曉得 竟然連那個高血壓也沒有 到現在沒有吃高血壓的藥 這很神奇 所以我們講說 真的很感謝師父的幫忙 還有祝我菩薩 還有我們眾生的慈悲 那一篇 就那一次的經驗 我有寫過 然後師父有說 可以跟各位臉有分享 我有寫一篇 在那個雜誌上 明天雜誌上 那昨天是我岳母的事情 我岳母就是 已經好幾年了 她就是在高雄 都不舒服 最近幾個月更嚴重 那我同修 每個禮拜 都要回去 大概兩次三次 像長途 下班 就趕快回去 或是假日回去 然後看一看 照顧她的 吃的 用的 住的 然後幫她打理一些事情 然後再回來 真的很辛苦 那有錢 過路費真的 一個月要一萬多塊 可是一直看媽媽媽沒有 孕婦沒有好轉 那個孕婦是很鐵齒的人 她不願意看一身 她說她希望這樣 不舒服不舒服難過 到有一天就是這樣睡覺 就走掉 吃掉就好 每次你要叫她吃東西 她都吃不下 她說她都假假 吞不下 她不想吃 她要死掉 她也不要你去救她 她都不要 因為她其實過得還蠻郁悶的 岳父走了之後 她一個人 她跟我舅子住 因為她小舅子也上班 沒有辦法很照顧她 沒有辦法 那都是我太太這樣 長途的這樣遠距離照顧 就是也沒有辦法 那到最後真的不行了 她已經 其實她是 後來簡直是胃癌 沒有辦法 在胃的底部 所以她根本沒有辦法吃東西了 那一天一天瘦 那我們那天 5月24號 帶她來長羹的時候 已經剩30公斤 真的很瘦 我昨天我帶我媽媽去看我孕婦 我媽媽看了都掉眼淚 說怎麼會這麼瘦 這麼病的這個樣子 那來的時候 就這樣兩個多禮拜來 都沒有好轉 也吃不下東西 一吃就吐 然後她在家裡的時候 就吐一些黑的東西 然後瞭解說那個 那個腫瘤啊 胃的惡性腫瘤 已經可能破掉 然後流那個血出來了 然後再出來的時候 就變成黑色的 那到長羹治療 就打點滴 打營養的 那有比較好一點 可是她還是吃不下 那一定沒辦法 吃不下妳也沒有辦法出院啊 所以就是 醫生可能要建議開刀 那我就想到 還是 在走投無路的時候 跟各位臉友一樣 我們都會想到 掛起光號 我就來了 那昨天就帶著同修來 那來的時候 師父演慈悲啦 就跟那時候 昨天其實很多靈友在這邊 那來的時候 我還是叫他們說 你們自己去求 我們要求 人家要不要找你們 那我沒有 不是說你們跟我認識 你很認真 他一定要告訴你 這是我 我跟很多人我都這樣講 不是 為什麼你願意幫忙 他不願意幫忙 我不是這個 甚至於 人家要跟你講 你還在逃避的話 他就說 你認為你沒有傷害我 我為什麼要跟你講 我就跟你逃就好 然後就是 眾生出來的時候 就抱著他的胃 我們就覺得 那跟媽媽的症狀就相符合 一定是媽媽 孕母 過去生又殺害 很多的這種眾生 結果出來是雞 雞眾生 孕母在那個 清朝的時候 是養雞大戶 然後也賣 也殺也吃 那傷了很多的雞 我們有跟那個雞來懺悔 那再來一條就是 現在我這樣講起來 因為孕母不在這邊 我也是帶孕母在這邊求懺悔 就是孕母在過去生 重新當一戶理性人家的管家 那理性人家一共有15個人口 15口人 那 孕母就是貪圖 這戶人家 理性人家的財產 那就 密謀 就跟裡面的人同伙 就是 下毒 在 因為 因為孕母是管家嘛 所以他們 李家的所有的那個飯 菜啊 都是 孕母在 打理的 他結果就在那個飯菜裡面下毒 那下的不是劇毒 是慢性毒 所以他慢慢慢慢 沒有馬上死掉 那吃了之後 可能他的胃啊 他的腸啊 就整個消耗系統都中毒 然後一直不舒服 到後來整個 15條人命 就這樣沒有了 然後財產就被孕母霸占 那所以 孕母也是這樣 其實 我看 我不曉得孕母的症狀多久了 但是我看四年前的相片 孕母就一直在瘦 拖很久 那也就是跟這個業力啊 就是相關 就是媽媽 她一直 在飯菜下毒 慢性毒 那吃了很久 一段時間之後 整個家人都沒有了 那我們有求參與 但是 孕母現在還在醫院沒有 沒有好 所以我們還在努力 還在努力 那 也 這不是一個 還不是一個成功的案例 那提出來是 讓各位蓮友 能夠引以為健 真是引以為健 她昨天還講到你說 有人那個 好像呼吸不太好 就是媽媽 那是後來 孕母的事情出一晚 又變成媽媽 來找媽媽的 那那被終生出來的時候 就拖著塞 就拖著 那表情相當痛苦 那不曉得是找誰 那問了很久 她沒辦法講話 問了很久 那師父有幫她治療 才慢慢講話 然後講說是她是被吊死的 被吊死的 就請師父把她的繩子拿掉 然後就一直治療和作水 然後師父把那個繩子拿掉之後 她能夠 才能夠講 講得比較 清楚一點 那其實也是媽媽 過去生的一個業 這位眾生我們也像在這邊 這個機會跟她道歉 懺悔 她是媽媽 前世的妻子 媽媽前世是男的 先生 那因為可能夫妻吵架 那一氣之下就把這個太太 叫做巧蓮 那昨天她說她的名字叫巧蓮 那 跑飛的師姐也說 那妳就趕快 念佛啊 然後在疾觀師這邊 住下來 然後 就很恰巧的 坐上蓮花 到西方其樂世界 就很恰巧的坐上蓮花 到極方世界 叫她巧蓮 那她聽了也有感受 那是媽媽的一個業 那我想提到就是說 媽媽的症狀 跟這個 這一段的這個因果相當有關係 最近的情形 其實媽媽很久了 她吃東西 我們都會鼓勵她多吃菜 可是她一定跟妳講說 我都吞不來 吞了就是要吐出來 吃菜的時候 吃東西的時候 她都覺得在這裡 卡卡 那最近幾個月的時間 有時候我回家看 她說她心情很郁悶 就是心情很濕 不知道她知道怎麼知道 就是臉 她說全身都沒有症狀 就不知道妳在哪裡痛苦 她那個中生說 對 妳去檢查 都沒問題 那就是這一條 葉 這條葉 那就是把它吊著之後 她的胸口 整個 包括眼睛 眼睛也不好 然後整個臉都會脹脹的 吞不下東西 就跟媽媽的狀況是一樣的 所以 這邊也是 造成面的一頁 那我再來補充一下 那個 護婚機長 大概也是聽了很多 然後那個幫忙的人就說 不只是看到一個女人掉了 那個 她旁邊還掉一隻黑狗 那我就說 妳來想想妳們家現在誰 那個 就是喘不過氣來 心臟不好 這類 她想想 就是媽媽的情形 甚至於說 吃不下的情形這樣 原來那個 那個人掉死了以後 她很不甘願 不甘願後來還要做狗來 傷害她 那我昨天我說 妳說妳媽媽會不會怕狗 妳講什麼 我媽媽就是 之前出門 騎摩托車被狗追 然後追之後倒下去被狗咬 又被機車壓傷 又縫了好幾針 就是那一位 被吊死的這位 巧人居士 她就是 她過世之後 又來投胎 變成那隻黑色的狗 然後又來咬 這位 就是吊死的 這位 就是 行凶的這位先生就對了 結果這隻狗又被她吊死 同一個生命 被吊死了兩次 所以到這一次 自己啊 她很不甘願 車子來壓她 對 然後在縱生出來的時候 真的是 很不甘願 然後她就有提到說 因為我們有在念佛 所以菩薩一直跟她講說 要放下 要 說服她能夠原諒我們 因為我們是有在念佛 所以這邊提醒大家 就是真的要一直念佛 真的兒子有在修行 媽媽雖然沒有 可是兒子一直都 都修行在回向 她就這樣提到 可是我看到那個 我在觀察她的表情 她嘆氣 我就覺得說她滿 她有滿腔的那種怨恨在 應該是 她應該可以來報仇啦 可是 因為你在 持地上經 你在念佛 那個菩薩叫她不要 不要報仇 所以她很嘆氣 對 她嘆氣 然後我覺得她在眼前 就像剛才你老師講的 有因 她會覺得沒有因果 為什麼照我們來講 有因果她沒有因果 對 然後就看她 還是滿腔的怨恨 可是 好像要放下 那種感覺 要放不放 然後眼角就掉眼淚 在那邊嘆氣 那我就覺得說 她 似乎是想要原諒媽媽了 那可能還是看我們的 那個 那個誠心跟懺悔力 那其實我這邊感觸很多就是 我們都講但要懺悔 可是那個程度真的是有差 我一直 我昨天跟師傅提到說 我雖然沒有常常能夠到 室來共修 但是我在上班的時候 中午吃飯的時候 我都會拿那個YouTube 手機YouTube 然後看師傅開示 然後連友的分享 我都會看 那其實也聽了很多 譬如說那個盧老師就有提到幾次的這種 那種懺悔的那種那個力量 那個懺悔不是 真的不是口頭上講的 好像昨天一個狀況就是 也是我比較自私啦 那個雞跟媽媽過去生 所傷害這15條理性人家 這條15個生命 出來的時候我們就再這樣聊 那我們大希望她能夠原諒 我們能夠做功德回賞給她 那我就脫口而出 我說希望能夠原諒 我講這句話她就生氣 我們在場很多人嘛 她就跟師傅講 跟連友這樣公開講說 你們平平你 一直要平你就對了 她叫我原諒 她傷害我們這麼多生命 叫我原諒 那我就想我錯了 我那時候信念是不對的 其實我都會告訴大家說 你怎麼樣傷害人家 先把那個被我們傷害的 救起來以後 她就不會找我們麻煩啦 我們都每次都要叫人家原諒我們 我們都想到自己 只想到人家原諒我們 讓我們變好 這心理已經錯了 我們一定要是求懺悔 希望她好 然後最後 要的話才求原諒 這樣才是對的 而且我覺得那個懺悔的心啊 一定要很到位 一定要很到位 這可能 如人飲水能卵自知啊 那個懺悔力 只要過的話 那個感應是很快的 真的是很快的 她可能 你那個 懺悔的力道到 她就離開了 她馬上就放下了 然後 或許那個時候 鋪巢就把她截走了 我是這樣感覺 我體會最深就是媽媽在 交互病碼那一次 那時候你在很絕望的時候 我覺得我那時候發起了 懺悔的心是很 很真誠的 那可能這個時候 那個我們傷害的眾生也感受到 那我 我只是這樣提 我沒有說我每次都很到位 不是我還在 學習 所以是不是剛才交起來的時候 我很惶恐啦 因為我覺得我在極光班 這段是應該是後段班的 沒有 我沒有很精進 也沒有很 修得很好 沒有沒有 我都還在一直在學習 沒有 那我一直想說這個懺悔 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真的是要很到位 你的問題才能夠很快速的 迎刃而解 那你假設 懺悔在嘴巴 眾生是不會感受到的 那那個 我們的念佛 持咒 宋經 禮佛 懺悔 這是施術 這都是 師父一再以來 不厭其煩的 跟大家講的 那講的就是很平凡 或是老生常談 可是這個都是最重點 我們只要一點一滴 每天這樣健行的話 那個效果是一定可以看得到的 不是我們好而已 我們希望說在我們的 修行當中也能夠 用我們這個有用的身體 能夠幫助更多 我們可以幫助到的眾生 我們能夠消多少夜 我之前有位師父有提到 就是在我們往生之前 能夠消多少夜要盡量去消 消多少算多少盡量的去消 所以我們到我們要離開那天 我們的夜是消掉很多的 然後我們能夠幫助的眾生也是很多 所以我很崇拜師父就是 他能夠世界各地 甚至在這邊就可以用觀想 然後救度很多的眾生 這也是我一直很崇拜師父 也很想學師父的 我想說 那我們這一輩子 我體會到就是人生酬夜 我們過去生造了這麼多夜 那我們好不容易有這個人生 應該用這個人生去還業 然後再去造福 也不知道我就是救度更多我們的眾生 我是這樣希望自己能夠這樣做 可是我自己缺點太多 也沒有做得很好 我是這樣提 也跟大家來做分享 那今天就不好意思 耽誤大家時間 分享到這邊 謝謝 好 今天我請林老師還有 黃副分局長 來跟我們講這些都是 他們真正實際有體驗的 以前我常常想 很多人看了書以後可以照本宣科 把書裡面的東西講得很 很透彻很明白 讓人家覺得 這個人的羞恥很多 可是等到那個境界 當前在我們身上的時候 我沒有 盡量都講 那個事情我沒有換過 大概是 你對我的一種誤會 我這一輩子因為看這麼多 我都不敢 甚至看到別人的時候 我就想到我以前 人家還沒有發現 我其實這個東西可能 我也有換的 我就 就都很認真了 所以 我覺得來我們這個地方 大概就是要腳踏實地的實修 很多人剛開始來我們這裡的時候就講說 尤其是想出家的人 人家我們到哪個地方去那個 那個道場都有開班在授課 你這裡都沒有 甚至 我覺得我來這裡跟我的這些出家人都很委屈 在能人室也好 每天 就是為了怕說 要來修行的人沒有一個地方 避風遮雨 以前也是耶 裡面才站十幾個人 剩下來佛妻的時候 很冷耶 那個外面吹的風很冷 我為了這樣子我才想到 去弄個念佛堂 到這裡來 我現在很感念就是 剛來的時候 我們用鐵皮屋 那下面很多用那個 棧幫去鋪 然後鋪一層小小的那個 那個那個 塑膠布有很多從遠地來的人 都說 棒頂 那裡面又潮濕又 什麼大家也都是這樣子 過來 然後能夠在這裡 我是想 如果認為說來這裡拜佛 我就能夠得到感應 那很難 所以很多人都講 我不知道的是 他說好 師傅我盡量吃素 可是他還是在 在造沙葉 或者他們家裡面的人 有造沙葉身體不好的 無可奈何 我都說 多少分的改變 多少分的用心 人家就會還給你多少 像 黃富芬局長這一些 就是從他民國 79年吧 到 到現在他也經過一些事情 可是他都是非常用心 那我為什麼要請他們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人家怎麼走 得到什麼果報 而我們是希望說 能夠在我們修行當中 就不要去造沙葉 不要等到說 他們家的人造沙葉得到這種果報 那 我呢 你難道還要造沙葉 然後說我再認真 再來證實嗎 前面的人走的路是我們應該要自己去思考的 他三之十可以公錯 所以 我要不厭其煩地請這一些 有親自經歷的人來跟大家分享 實際上他們認為自己沒有做到什麼 其實 互相能夠接近 也許他講的 我沒有想到 那我應該要自己來努力 所以 有一些人 坐在那裡 同樣的一個事情 那還是說 師父他的 我呢 我說 為什麼你沒有想到他的 你就來想 我自己 趕快來 改變我自己呢 就是說我做的 他沒有找到我 大概 我以前殺的 不要找我 只有他媽媽的找他 其實不是啦 不是不飽食後味道 所以 我希望大家戰戰兢兢 過去的 我們 現在來改變 從我們踏進這個門 我就希望大家 不要再翻第二次的 過錯 我們就不要去受這個苦 好 請站起來 等一下 用餐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去觀想我們的祖先 連我們傷殺的眾生還有呢 在現在還是在罹難的那些眾生 還有以前 歷代戰爭 或者各種災禍 罹難的眾生 我們都請他們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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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